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5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這個 蝴蝶蘭花梗插枝之後變黃了 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在上週有拍這個插枝影片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現在經過了一週 結果有些花梗 它已經就直接變黃 枯黃了 有部分枯黃有的沒有 我們先來把距離拉近一點 來帶各位看一下 然後順便教各位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當時擦拭的時候 這個戒指是乾的 我發現乾的是不行的 你還是要弄濕才行 不夠濕是不行的 連帶旁邊的這個 你看這個乾掉了 之前我們擦的 哇好慘 你如果濕度不夠的話 它會乾很快 你看像這個葉子也是 不夠濕的話 你葉子都乾掉 所以還是要濕的才行 其中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枝條 我們拿起來 你看這個蝴蝶的花梗 這個枝條 你要檢查看看有沒有 異狀 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好的樣子 因為上面已經枯黃了 這一枝呢 估計呢 應該是 沒機會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像是 超過一年以上的枝條 這不是今年的枝條 你看因為這個有 這邊有一個剪斷的痕跡 花梗從這邊出來 這應該是一年以上的枝條 我們像這種 像這種 這邊黃掉對不對 你就把它剪掉 再把它插回去 那通常這個一年以上的枝條呢 插枝存活的成功率 其實不太高 像旁邊這枝也是 給大家看一下 這枝啊 你看 這枝整個都黃掉啦 只剩下這上面這個 上面這一段還好的 這上面趕快剪下來 這段剪下來我們再把它插回去 這可能可能還有機會啊 這個 這一段 那這一段已經枯黃了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這已經沒用了 這個呢 哇 有趣的耶 上面怎麼感覺好像軟腐病 好像軟腐病的感覺 我們在插枝的過程中呢 其實多多少少就有可能會碰到這些問題啦 碰到我們就跟你講解一下 有時候 有時候 像剛剛那個軟腐病如果不及時處理到整隻都會中軟腐病 然後呢 它會 有可能啦 我想說有可能 有可能會感染到其他的 其他的都 其他的枝條都感染軟腐病 我要檢查一下 我檢查看看有沒有病 看起來是還好 怕 怕有問題 這支呢 也是 兩年 不是 一年以上 你看 這個 這上面這個枝條 它是從這邊抽 抽花梗的 表示說 這個 這是一年以上的枝條 通常一年以上的枝條要再插 插成功的機率會比較低 我們比較建議當年的枝條 插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枝條算是比較不理想 像這種情況如果 像這個 你看這上面有一點黃黃的 估計這邊已經 這一節 日後可能會黃黃黃下來 所以我們 保險起見還是把它給減了 那你如果要試試這一段的話 你就另外插 不過我覺得這支 插應該是不會成功 我們插給你看好了 放在這 應該是不會成功 像這個 這一頭呢 這一支呢 這一節感覺 也開始黃了 我看到黃呢 我都 建議剪掉啦 因為你不剪的話呢 它會一直黃黃黃黃下去 我都建議把它剪掉 不要讓它繼續黃 因為繼續黃黃的話 繼續黃下去就會 就是直接失敗啦 沒有意義 現在我比較擔心的這個 哇 上次乾乾的這樣子插 結果水分不足 你看 連帶那葉子都已經黃掉了 很慘 所以有時候 還是不要 隨便亂開發新模式比較好 它慘了啊 這個 因為它現在沒有什麼根啊 吸不到水它就死了 討 傷腦間啊 我真的說傷腦間 好啦 今天我們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 各位 下次碰到問題的時候 就大概是這樣子處理就可以了啦 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此 感謝收看 再會